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影片,七五十 战国时代,战火连绵 盗贼趁乱而起 人民受尽蹂躏 王皇不可终日 山贼又来到这个小村庄 首领告诉大家 前不久才来过,没有什么东西 等到秋收后才来 在山上砍柴的老人听到 回去告诉了村民 全村聚在一起抱头痛哭 战乱天灾,现在又来了山贼 不如大家一起自杀算了 农民们绝望到极点 立即提出,不如杀光山贼 既然能杀落荒武士 为什么不能杀山贼 大家一直反对,输了怎么办 全村男女老少都会被杀光 最后只得去请教老爹 让老爹决定 老爹当年的村子被山贼放火烧毁 但是隔壁的村子请了武士 就免遭起害 有人反对,武士怎么可能帮助农民 武士都很高傲 哪个武士肯为白米饭帮助我们 老爹说,找饥饿的武士 熊饿了也会下山 村民选出四个代表到城里找武士 但是进展并不顺利 立即找了几个武士 不仅被白眼嘲笑 还被打了一顿 即便只有四个村民 也还是有分歧 四个人在城边赶路的时候 遇到一个小偷 劫持孩子 只见一个武士剃光头发 穿上和尚的袈裟 只要了两个饭团 便可去救人 武士一番装扮好了之后 告诉小偷 我是出家之人 不管你的事 只是怕孩子饿了 拿来饭团 你们一人一个 然后趁着小偷不注意 一刀毙命 拿着长刀的人是举千代 疯疯癫癫 看起来像个武士 但是其实他是个农民 一家几口 全部被杀光 举千代 立即 四人一路跟着武士 还有个人叫宋四郎 只跌跪地就拜师 立即和武士说了村民的想法 武士问了一些情况 算了人数至少得七个武士 但是想找到七个武士 并不容易 而且酬劳太少 除非有好管闲事的武士 而且我也年纪大了 厌均了打仗 武士拒绝了立即 立即悲伤不已 在一旁痛哭 双手用力抓着衣服 巨大的无力感倾斜而来 客栈的房客看到这一幕 告诉武士 你们是不能理解农民的艰难的 这碗白米饭是给你们吃的 他们自己吃什么 吃败子 他们已经把农给的都给你了 败子就是一种野草 长长的毛茸茸的 这种东西漫天遍也都是 武士理解了农民的痛苦 决定接下这本菜式 武士叫看兵卫 在看兵卫的指挥下 在旅馆开始招募武士 又立即去街上找武士 宋四郎拿着棒子躲在门后 武士进门后全力挥下去 这是个简单的小考验 只要是武士动动应对 第一个进客栈的武士 身手不凡 但是听完了看兵卫讲的情况 钱酬劳太少 没有接受 一个看起来长相憨厚的武士 还未进门便停住了 他看到了宋四郎 躲在门后的影子 几具智慧 看兵卫非常欣赏 未进门就能看到破绽 武士叫武郎兵卫 听了看兵卫说的情况后 因为信任看兵卫的为人和性格 也答应加入 立即带着米被偷了 宋四郎看到 拿出自己的钱帮助他们 看兵卫遇到自己的战友 七郎刺 看兵卫说 有个毫无艺术的男仗要打 你要参加吗 在不知道要打什么仗的情况下 七郎刺说 我加入 目光坚定 武郎兵卫外出寻找武士 在一个街边查试 遇到一个很特别的武士 武士叫平八 没钱就来店里讨饭吃 帮店主砍柴 为人率真 简单 武郎兵卫坐着看了一会儿武士劈柴 文准很 从来不劈第二副 在武郎兵卫的邀请下 平八也愿意加入 看兵卫和圣四郎到街上找武士 看到两个武士比武 用竹子 两人同时砍向对方 瘦一点的武士却说胜服一分 胖武士不服 要拿刀比试 结果一刀被瘦武士劈死 没有多余动作 伸手相当了得 看着圣四郎一愣一愣的 看兵卫和瘦武士说明了情况 瘦武士表示 自己一心只想修炼 不过看兵卫给对方留了客栈的地址 晚上在客栈开会 看兵卫不想到圣四郎去 告诉圣四郎 我像你这么大事也想过 凭本事 作战立功 然后当一重之王 但想着想着 也白发斑斑 那时 你已失去父母 截然一身 说吧 在座的人皆是伤感 白天遇到比试的武士 也来到了客栈 站在旁边 听到了看兵卫的话 看兵卫劝圣四郎 明天就回家乡吧 跟在我身边 已经学了不少 圣四郎哭着跑了出去 立即和大家纷纷劝看兵卫 把他当成大人看吧 他不是小孩子了 受武士叫酒葬是个一顶一的高手 客栈的一位同住的访客 在酒店喝酒遇到一个高手 几个人都打不过他 听访客说 客栈的招募武士 于是便也跟来了 举千代喝得烂醉 圣四郎首持木棒站在门后 王客问看兵卫 他喝醉了 防不了 看兵卫笑笑 真正的武士 是不会醉到失去意识的 举千代被一棒 结结实实地打中 可以肯定的是 举千代是个假武士 举千代疯疯癫癫 当看兵卫质疑 他是不是武士的时候 举千代拿出自己的家谱 看兵卫结果一看 举千代年龄只有13岁 显然这个家谱是偷来的 第二天赵人出发的时候 没有带举千代这个假冒武士 农民们害怕武士 调戏女孩子 纷纷把女孩子的头发剪短 剪短发扮成男人 看兵卫一行人 往村里走的路上 举千代一路上跟着 不紧不慢 大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意思 当七武士来到村里的时候 家家紧闭门户 竟无一人出来迎接 因为害怕武士 农民们都躲了起来 立即领着七武士去找老爹 老爹叹了口气 农民们真可笑 下雨怕雨 刮风怕风 总之 农民什么都怕 正在大家谈话的时候 村里的报警木板 响起来 村民们全部跑出去 围绕在武士身边 请求武士救救自己 看兵卫一问农民 谁看到山贼的 没人看到吗 举千代拿着木板走过来 对农民说 你们这群笨蛋 我们进村时 你们在哪里 一听到有山贼来 就大喊大叫 武士大人救救我 又归又败 你们还真是北宫屈膝 举千代也是农民 他深深理解农民的心理 立即让出自己的房屋 自己住在马棚 马还已经被山贼抢走 被山贼抢走的 还不止一匹马而已 立即露出痛苦的表情 第二天看兵卫拿着村里的地图 勘察地形 做好防卫工作 七郎次带领农民 用木桩做围栏 九脏子训练农民 村里一条河一分为二 一边是二十几户 一边是三户 必须拆了那座桥 七个人最多能保护 桥好一边的二十几户 那边的三户必须要搬过来 举千代也在训练农民 问农民手里的枪是哪来的 农民沉默不语 举千代说 一定是从残兵手里抢过来的吧 不然还能是地里长出来的 在后山看茶的时候 圣四郎看到一片花田 跑过去看风景 踩踩花 遇到了智奶 智奶说自己是男人 圣四郎说 男人怎么在这里踩花玩 还不去参加训练 说着 捉住了智奶 原来智奶是女人 举千代从农民手里的长枪 顺头摸瓜 找出了很多农民杀死 落荒武士抢来的武器盔甲 拿给看病位 武士们低头沉默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农民看似中祸老师 遇到山贼就变成弱者 遇到落荒武士 也能杀而抢之 举千代穿着盔甲告诉武士们 你们以为农民是什么 菩萨吗 笑话 他们是奸诈的野兽 他们说 我们没有米 没有麦子 什么都没有 可他没有 什么都有 掀开地板 搜索骨仓 你都能找到 豆子 盐巴 大米 清酒 去山间深谷看看 有隐蔽的道庭 他们看着老师 可全是骗子 一有战斗 他们就去抢劫败兵 他们什么都不是 除了吝啬 贪婪 懦弱 奸诈 残忍 他们是一群混蛋 但是 是谁让农民变成野兽的 是你们 是你们武士 你们烧掉了他们的村庄 捣毁农田 偷走食物 奴役他们 凌辱他们的女人 一反抗就杀掉他们 农民该怎么办 他们该怎么办 看病尾沉默良久 问菊千代 你是农民的儿子吧 菊千代情绪激动 独自跑出去冷静冷静 连续的雨天 大家在屋子里 闲得无聊 九藏出去修炼 平巴缝了一面旗子 上面有七五十 菊千代数了数 不是六个圆圈吗 平巴说 下面这个三角是你 众人哈哈大笑 九藏在山上看到 宋死郎和一个女人 宋死郎拿了饭团给他 晚上吃饭 宋死郎吃了一半 不吃了 九藏也说自己不吃了 原来宋死郎上午 拿给女人的饭团 后来又送给了老婆婆 老婆婆的家人 全部被山贼杀了 非常可怜 崩吹卖浪 金黄色的季节 还有十天就能收割 大家在老爹处开会 看病位告诉老爹 我们只有七个人 力量有限 河对岸的三户 必须搬到那边 老爹表情吃惊 他会和水车在一起 不会搬走 死也要和水车死在一起 住河对岸的三户农民 起了内讧 在众人开动员大会的时候 要离开 去河对岸保护自己的房子 看病位只好拔出刀 强硬对待 回到队伍中去 保卫别人才能保卫自己 只想着自己必先死 到了收割的时候 拘千代发现 圆了这么多女人 兴奋不已 品八观察的结果是 夫妻搭档干活不累 告诉立即 你也要娶个媳妇了 立即脸色大便 匆匆跑开 后山的竹林 竹子被胡乱砍断 是连刀砍的 想必立即 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 麦子收割完以后 开始工地 准备栽种水稻 举千代看上了 农民的老马非要骑 结果被摔下马去 证人打笑 这匹野马 也只有这匹野马能骑 宋四郎和智奶 在后山的花田约会 智奶跟宋四郎 表明自己的心意 但宋四郎少不公事 有贼心没贼奶 恰恰这时 听到了马蹄声 发现了后山 拴着三匹马 赶紧跑回来汇报 酒葬也回来汇报 看病尾说 应该是探子 武士们都在屋子里观察 果然是探子 举千代拿着刀 在外面晃荡 被探子发现 帮动让探子知道 有武士在 于是派酒葬 举千代前去火拙 宋四郎观摩学习 宋四郎亲眼看见酒葬 一刀一个收起倒落 杀掉两个 活着一个 农民们心里的恨不可排解 拿着锄头要杀掉山贼 老婆婆颤颤巍巍 拿着锄头过来 老爹说 让他给他儿子报仇 探子说 他们的寨子并不坚固 武士们决定 夜袭杀掉几个再说 山贼有四十个人 只能慢慢消耗 一点一点的杀 看病尾拍瓶八 举千代 酒葬前去 立即带路 探子留下的马 只有三匹 举千代骑浓民的那匹野马 这匹野马 只有举千代弄骑 四人赶夜路 来到山贼的寨子 里面前到达 一间小屋里 山贼中熟睡着 举千代出个主意 放火烧屋 我们都在门口 出来一个杀一个 小屋里男女混住 一个极其漂亮的女人 眼神带滞 看见火光也并未喊叫 只是盲目地坐着 等到小屋里的男人跑出来 武士们在门口等候多时 回到砍区 正在四人高声庆贺的时候 刚才那个女人 从屋子里走出来 立即看到 赶忙跑过去 女人看了一眼 立即眼神错愕 又转头跑进屋子里 小屋即将要被烧毁 立即却在小屋前不肯走 平巴中了火枪后 四人才离开 那个女人就是立即的棋子 被山贼捉了去 举千代将平巴的刀插在坟上 风吹起黄土 四散开来 举千代拿出平巴缝的旗帜 插在屋顶 旗帜迎风飘扬 阴行的灵魂影哉 悲伤还未结束 举千代站在屋顶 看到了山贼 农民们回村 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 山贼们被围栏 挡在外面 无计可施 只好换一条路 来到了南面 南面是挖好的壕沟 马屁进不来 一个山贼在测水深的时候 被一箭射死 山贼们又换一条路 转向东去 东边举千代正在带领农民拆桥 老爹的儿子媳妇 带着孩子出去找老爹 老爹不肯走 决定要和水车共生死 东边也进不来 山贼放火烧毁了河队岸的三间房屋 老爹的水车房也在其中 举千代想要去救人 女人把孩子交给举千代之后 就倒下了 举千代抱着孩子 大哭 这孩子和我小时候一样 晚上东边的山贼厚在水下 举千代敏锐的察觉到 拿着火宝扔下去 果然有人 南边的围栏处 也有山贼趁着夜色摸上来 被击退 农民们在武士的带领下 显现出英勇的战斗力 立即也变成了武士 奋勇厮杀 看兵卫守在北面 主力一定从这里进来 我们的战略是先放进来两个 然而为人杀制 只不过有梁亭火枪实在棘手 九藏只身一人前去击杀火枪手 一夜过去了 天色已经大亮 九藏拿着一把火枪回来了 杀掉两个 缴获火枪一把 然后安静去休息 宋四郎看在眼里 九藏在宋四郎心里就是战神 大家在看病院的指挥下 严格执行 先放进来两个 再为人杀制 屡试不爽 起论后 山贼们识破了武士们的战略不再上当 宋四郎在举千代面前 说了九藏的事迹 举千代听在耳朵里 记在心里 扇离之手跑到后山去 扒下一个山贼的衣服穿上 还找到了火枪手 和火枪手聊了两句 然后拿走了他的火枪 举千代当然是个中强好胜之人 听到圣四郎说九藏拿了一把 他就也要去拿一把 安兵卫说 你这个叫扇离之手 拿了一把火枪又如何 要攻吗 不出所料 举千代防守的那边有了缺口 山贼跑了进来 北面放进来的山贼 这次拿了弓箭 进来后不断射杀农民 一枪声响 武郎兵卫中了火枪 晚上看兵卫告诉大家 明早就是一决胜负的时候 今晚分批睡觉 保留力气 宋四郎又遇到枝奶 枝奶换上了女人的衣服 两个人在茅草屋里 举行了宠人礼 明天可能大家都要死 枝奶的父亲到处找枝奶 恰好看到枝奶和宋四郎 一起走出茅草屋 大骂枝奶 你这个不要脸的荡妇 看兵卫拉开了枝奶的父亲 宋四郎站在一旁 低着头沉默不语 第二天一早 大雨气氛凝重 看兵卫下令 这次全部放进来 在村里的十字路口围剿 山贼们喊叫着冲进村里 看兵卫拿着弓箭 射落两人 举千代更是直接将山贼 从马上拉下来 山贼首领藏进一间屋子 用火枪打中了酒葬 举千代怒发冲冠 顶着火枪冲进去 一刀砍死山贼首领 自己也倒在大雨中 宋四郎在雨中大哭 看兵卫告诉七郎卫 这次我们又活下来了 山贼被消灭后 农民们欢声笑语 男人们 女人们 孩子们 一派祥和气象 活下来的三位武士 站在一旁落寞不已 看兵卫说 这次也是败仗啊 赢的是那些农民 不是我们 尾八 一 对人物的刻画这精准 农民的愚昧无知 胆小怕失 不负责任 愚蠢自私 狡猾阴险 通过诸德细节表现出来 在旅馆招募武士的时候 宋四郎拿着棒子躲在门后 可以看见农民 畏畏缩缩的往后退 对农民进入训练的时候 举千代模仿农民的样子 身体弯曲着 头缩着 背拱着 颤颤巍巍 米被偷了之后 呆呆地坐在那里哭 想要武士保护自己 又害怕武士 但是遇到落魄的武士 也被杀掉 抢夺武器 遇到危险 又用弱小 击中武士的保护鱼 即便是 只有一天三顿白米饭 也能让武士 拼了性命去保护自己 二 木袖玉林 风雨催直 越是高手 越是有良心 良心和信仰 会让你长成餐田大树 然后被风吹断 现在社会 也不是流行一句话 良心是赚钱的最大阻碍 舍生取义 细节 德行 理想 梦想 这些品质高尚的词汇 现代企业的老板们 也喜欢用 因为真的省钱 反倒看看那些 不懂礼仪廉耻 不负责 不做决定 不表态 困日子 麻木 二皮脸 某某是二皮脸 能活到最后 还活得好好的 谁是最好的赢家 不是武士阶层 也不是农民阶层 而是每个阶层中的 那些二皮脸 但是让我选择 我还是很难 主动去选择 做个二皮脸 哎 这该死的虚荣心啊 三 山贼终归是山贼 就像孙悟空 终究是之侯 他把仙女们定住 然后去摘逃 烧杀抢掠 能玩得长吗 显然不行 这都是一次性的生意 山贼们应该和农民和睦相处 一年按照规定的时间来收钱 不能说太多 还可以按照春夏秋冬 各个季节 各种名目 比如按照人口 用积木地来收钱 同时还要积极参与农民的生活 甚至要保证农民的社会生活中 众议的存在 在农民之间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 要站出来 主持众议 当然村房建设要搞好 不能让其他的山贼来捣乱 有生活苦难的农民 要给予帮助 赚老爱幼 长幼有序 这样才能让农民有秩序的生产 有稳定的产出能力 不用打打杀杀 也没有仇恨 大家平平安安 不动刀不动枪 就能获得很多收获 当这二十几家管理好之后 再去找别的村庄 把这道程序积极推广下去 你看看 前途无量 但山贼终归还是山贼 吃亏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